要源于这个入胎世 才会有未来世的世音出生 所以这里的入胎世 当然不是后来才出生的世音 这又呼应了阿含经中所说的信息 是要透过这入胎世的持种 才能够带到未来世去 所以这入胎世 就是阿含经里所说的本纪 也就是能够支持英国业种的常住法 这些在社阿含诸经中 许多地方早就讲过了 而不是那些日本学者 和台湾某些法师所说的 阿含诸经中没有提到大圣佛法 大圣佛法不是在第一次五百节级之后 立即立有菩萨节级的大圣经典 特别是维世经典中才阐释的 既有能心的世音六世 当然就会有受心的入胎世持种 否则无法说明 有情众生的三世音国是如何串接起来的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